春天在送研發的世界 永明山洪的研發 並開始匱乏大年 今天在法規開始的挑戰 就像遭到武漢肥洋疫情的影響 不過今天行在有該當年中 在白鴨的後天市 去到山洪送發 這類類水風色的研發已經開業 這條車輪過來 就感受到春天的氣息 讓永明山洪的研發今天正式開始 冬天溫度是還好 但是春天來臨的特別早 所以我們的三櫻花還有一些早開的 像殘櫻這些都提早開了 所以目前的話 我們陽明公園櫻花溪流區這邊的櫻花 都開得差不多了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我們八重櫻 那八重櫻今年其實也有提早一個禮拜 所以現在來看的話大概都是八重櫻 不錯今天雖然說還沒有盛開 但是我覺得花感覺都蠻漂亮的 那天氣好 花比想像中的小一點 可是有開的還是很漂亮 人家做的附近馬太鏈 本來在三年內長得太開 不過印證書都難動的樣子 一下已經開到鬧鬧的 青島民族的大鵬後天市 來著馬太鏈 我這一區開得很茂盛很漂亮 對啊 因為我們在那裡這麼多 我孫女孩那邊還有 天天疫情更能經營後的青島民族 不敢出門 不過省替空間跟民眾 做得大方法規去老山法 公共境 強述按新鮮的空氣 通行送講講講解法 好的新聞王玉順 土自立特別報導